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飞看book 今天邀请到这位作家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荣幸 因为我知道他推掉了很多的电视通告 现在他的事业版图做得很大 就是除了写作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所以他非常的忙碌 那我们可以作为他最后一个通告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开心 再加上我自己从国中开始 就是他的小小读者小小粉丝 所以我现在整个心情就是相当的雀跃 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作家张曼璇老师 老师欢迎你 你好 慧玲 大家好 对 老师就是觉得我好像在做梦 因为都只有在书封 就从国中开始看书 只有在书封的地方会看到老师的照片 然后今天就是老师出现在面前 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这很可怕 通常见到本尊就是一个梦想幻灭的一个时刻 就是成长的开始 并不是 不过我知道就是曼娟老师其实做的事情 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还多 甚至连我这个小书迷 在做这次的节目准备的时候都发现 老师做了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 就是有时候没有特别的注意到的 比如说老师除了写作之外 也去做了广播节目 然后以前也有主持电视节目 再加上还有拍广告 很多很多年以前 对 当然也有跨界就是写一些歌词之类的 今天老师带着新作品 当我们同在一起 其实是老师另外 跨足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领域去做 孩童语文教学这件事情的一个集结成书 对 我觉得以前做很多的事情 它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可是从我开始真正进入了这个 小孩子的语文教育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人生的一个志业 就它不是一个事业 它是一个志业 是你会一生一世永远一直这样做下去 而且有一天就算你不做了 你没有力气做了 你知道它还会是你生命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对 我知道范娟老师是一个 一直不断在挑战自己 然后想要去扩展自己领域的人 不过因为您从事教育很多年了 都是在大学的部分 怎么会想到 而且现在小孩子不好教 大家都一直在讲说 现在小孩很难教 怎么会一开始有这个动机 想说我要去教小朋友呢 对啊 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讲 都说你不要觉得你教大学 教了很多年 大学生都吃你那一套 我告诉你 你能够教大学生 不代表你能够教小学生 小孩子很难搞的 对 所以他们都说 你的野心太大了 或者是觉得我其实没有 面对那个现实面 但是我对两件事情 我感到比较有信心 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到现在 我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 可是我跟小孩子的相处 一向都没有任何的困难 我很快就可以跟小朋友打成一片 所以我觉得孩子们对我的接受 是比对其他成年人的接受 还来得更容易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 现在小孩子很难教 是因为现在每个家庭里面 小孩子都很少 所以他可能都有一个孩子 最多可能两个孩子 小孩子个别教很难教 但是你把他们放在一个团体里面 来教的时候 其实就容易了 因为一个团体里面有一种氛围 有一种规律 有一种大家的自我期望 跟对于所有的人的一种期望 所以你把那个孩子放在里面 他自然而然的 他就会变成那个环境里的一份子 所以你只要把环境带好了 孩子就好了 这个是我听到还蛮新的一个想法 还蛮新的想法 对 因为老师们 如果照这种想法的话 老师们应该都觉得学生很好教才对 但是老师有时候比家长还觉得 自己的工作很难做 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跟曼娟老师 有一样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要试试看吧 其实每个孩子 因为来自不同的家庭 他们的个性都不一样 所以你先摸清楚 他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摸清楚他的性格 然后按照他的那个原来的样子 去雕塑他 他就很有可能会听你的 那么老师就是秉持着 这样的动机跟精神 然后成立了小学堂 张曼娟小学堂 张曼娟小学堂 这个小学堂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针对语文的部分 去做课程的安排跟教学 对不对 大概是有哪些课程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他们太多的机会 都是在电脑前面 要不然他可能就是看动画 就他们都是视觉系的 就是都是眼睛在看的 可是他们的看的 是不是看影像比较多 文字的体会比较少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让他们静下心来 读一些文字的东西 那后来我就在想 我们小的时候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觉得读起来很有趣的 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古文是蛮有趣的 比方说诗它就很好玩 那比方说现在小朋友 他们会读一些三字经 或地字规之类的 其实里面讲到很多生活的一些规范 日常的礼仪 我觉得也很棒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绘整起来 重新编写了很有趣的一些教材 然后让孩子们一边游戏 一边玩 一边读 他们就很自然而然就完成了这样一堂又一堂的课 所以我们就是分成读经 读经典 读诗 读运文 还有写作 就教他们写作 怎么样写作可以写得又开心 写得又好 写得又多 又顺畅 所以说这些教材的部分 都是你们有重新去做整理的 我知道张半娟小学堂是在2005年的时候 正式开张 但是就开张之前 包括我觉得写教材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很累人 大概做了多久时间的准备 其实很长的时间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夏令营 所以时间比较短 教材比较少 然后开始招收秋天的秋季班 我们就重新编写秋季班的教材 然后就是组了一个编辑小组 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位也是非常懂得这些 就这一方面的专家的老师 我们大概一起来编 所以我们大概差不多将近两年的时间 才把它全部编完 而且我们每一次在开学之前 我们都会重新再修 再加入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再做一些改编 所以两年等于是2003年就开始编了 我们是从2005年开始 一边做一边编 一边了 这也是很耗时 那么在这个一开始招生的时候 是一下子就爆满了是吗 对 我觉得我很幸运 可能因为就跟慧玲说的一样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读者 他们其实一直对我都很熟悉 那这些读者朋友他们现在都已经是父母亲了 那他们也都是那种为孩子的写作程度 跟阅读的程度很焦虑的父母亲 所以当他们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小学堂的时候 这些父母亲几乎完全没有看到教材 也没有来看我们上课的地方 他们就是冲着他们对于我的长久以来的阅读跟信任 就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 当然是先抢了再说 如果我今天看到就是曼娟老师开一个那个讲座课程 一堂课然后限额30名 我也不会管那个讲座讲什么 先报了再说好不好 不过刚刚有提到像很多 因为小朋友对这个小学生国中生来讲 他们可能不知道张曼娟是谁 对 但是对家长啊就是有一个阅读的程度的人来说 张曼娟是一个很大的名号 所以说刚刚曼娟老师也提到很多的家长都是 冲着这个名号来的 甚至有家长还是您自己的学生 对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奇妙 就是有一次夏令营的时候 有一个家长带着一个孩子来 他就直接冲到办公室里面来 他就大喊说老师 老师 好多年没见 我好像说怎么会有一个 哪位啊 对 怎么会有一个家长冲着我 我一直叫老师老师 后来我起来跟他相认之后才发现 他是我在1987年的时候 在文化大学教书 那时候我第一届教大学生 那时候我自己还在念博士 所以他就是我的第一届教的学生 但是他毕业 我很久没有见面了 对啊 这种感觉好奇妙 我就是孩子的妈妈是我的学生 对 而且我教他的时候 距离当时他才跟我打招呼 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对 所以我们两个人 他说老师你认不出我来了吗 我就说 我心里想说 我总是就是我真的认不出厉害了 而且老师教过学生无数 应该很怕学生问你这个问题 对 可是我看到他的孩子的时候 很神奇 他的孩子长得就像当年的他的样子 又更小一点 我看到他的孩子的时候我就说 我看到你我真的认不出来 可是我看到你的女儿 我就觉得对… 我大概可以想起来你当年的样子 对 好妙喔 那除了自己的学生之外 很多人都是讲说 我们自己想要来上这堂课 可是没有收成人班 所以只好让我的小朋友来 刚刚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录影之前 看到曼娟老师 我跟我们的执行制作也是讲同样的话 我们成人其实也很想要去上课 但是小学堂没有收成人 就收小朋友 所以很多妈妈其实是自己想上课 然后送小朋友去 对 他就跟孩子说 你一定要去上课 你帮妈妈去上课 然后再回来教妈妈 对 再回来告诉妈妈说 曼娟老师说了些什么 可是在张曼娟小学堂里面 就是家长虽然很想去上 送了小朋友去之后 只有第一堂是可以在教室的后面试听 之后都不能跟着一起上课 对 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我觉得我相信孩子放在一个团体里面 是比较好叫的 但如果他的父母亲或他的家人 坐在后面的时候 其实那个孩子他就是悬挡在 跟家人和学堂这两边 他其实反而有点无所适从 会开始顽裂 对 或者他会觉得很尴尬或什么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保持一个 很单纯的一个学堂的环境 除了这个学生的部分是很多书面